根据8月8号发布的一项法令 法国所有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的地方都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健康通行证允许你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彻底摘掉口罩吗 当然没那么简单 实际上口罩将继续成为许多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8月9号星期一开始 戴口罩的规定有所放宽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根据最近颁布的法律规定 在许多需要健康通行证的地方 将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因此根据规定 法国民众在餐厅 电影院和游乐场等娱乐场所 可以不再戴口罩了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威兰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在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的地方 人们将能够摘下口罩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确信 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 或者是最近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但实际上 关于摘掉口罩的措施也有很多例外 比如说在所有长途旅行工具上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也就是说火车上的乘客必须戴着口罩 法国铁路公司方面表示 乘坐高铁的乘客需要准备一张车票 一张健康通行证和一个口罩 即使在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的地方 法国政府也建议民众继续戴口罩 在一些健康状况糟糕的地方 当地政府以及运营商或组织者 可能会强制要求戴口罩 目前在法国的许多城市 口罩在工作中甚至户外 也是强制佩戴的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and Daily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